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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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槍三人行 今天的节目啊 有一点特殊 首先是来了一位这个平常没见着的嘉宾 一位摄影家李玉祥啊 呃而且呢 今天呢 我们准备给大家放啊 长达五分钟的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呢 是我们组里的一个年轻人给找的 他分成了这个三段 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啊叫赵航 那赵航的父亲 恐怕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还记得 他父亲呢 曾经是我们枪枪三人行节目的监制 但是呢 更多的朋友记住他 跟我这个之前没有什么关系 而是中国航拍第一人 所以说而且呢 以身殉职 这就是著名的这个赵群立的故事 十年前咱们的赵群立台长啊 就是在浙江温州勇家航拍的时候 这个不幸遇难算是以身殉职 而咱们李玉祥当时也就是他拍这个寻找远去家园的合作者是吧 对 讲讲你们当时的姻缘 当时我当时给三年书店做了一套书 叫乡土中国系列 当时出版了以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 当时凤凰卫视有关人员他们看到这套书以后就找到我 就是想他们说想用电视的手段 也想拍摄这个乡土中国的这种题材 所以就有了这个当时我就按照他们电视的需要就是做了一个就是文案叫远去的家园 因为表现的都是我们即将失去的就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家园这个主题 所以当时赵群立作为我们这个片子的航拍全是由他来承担的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日子 所以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徐老师咱们这个最好的缅怀的方式 我就是请这个赵航帮忙 你看他的名字嘛 反映了他爸的爱好 航空的航 他爸这一辈子痴迷这个航空航拍 咱们现在呢就来放一段赵群立的作品 就来放一段赵群立的监 相信着你不曾改变的誓言 有你的爱不眠不朽的守候 只为了我梦中的那个春天 徐老师看了之后有什么随感跟我们来发表发表 我想这个职业应该有很多快感 如果真的是在拍的 不仅仅是一般的工作 他大概是一种很理想的工作 就是说是一种爱好跟实际的工作可以结合的那种 摄影应该也是 他这个又是一种特殊的摄影 是不是飞得越低越危险 肯定是的 因为他这个从高空拍摄是我们常人所无法契集的 所以说我们过去只是没有从空中去拍摄 但是在拍摄的话是比较单一的 所以画面 所以我们当时做这套 因为纪录片跟我们平面摄影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电视一定要画面各方面要很丰富 要极其丰富 尤其是他通过有这种航拍的镜头出现的话 能给就是观赏者有很大的 就是从各种角度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去 这是什么飞机呢 这个实际上我就觉得赵先生他当时用了 可以说最简单的手段完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容易的事 因为我们了解我们开玩笑 讲他这个密封山就是一个会飞摩托车 很便宜很简单 实际上也就几万块钱而已 几万块钱 因为他那架飞机是 买个车都买不到 对就是我们讲会飞的摩托车 他做成的我觉得他伟大在哪呢 他就是他既懂得驾驶又懂得拍摄的 可以说讲他是航拍敌人是真的是名不虚传 因为很多摄影师摄像师他只懂得摄像 飞机驾驶师那肯定是个很专业的一个航当 有的懂驾驶他不一定懂得摄像 而赵群立他是把摄像和驾驶两个有机的结合在一块的 所以他通过他的驾驶来展现那个镜头 所以说真是非常绝 你说他到底是爱飞行还是爱拍照 肯定是我觉得两者皆而有之 他好像是中国记者当中第一个 对对对 以前没有这个的 以前是非常我们大家知道航拍的话 是动用很大的资金才能完成的 有也有 但是有是有 不同形式的 对对对像直升机啊 对对对 还有那些专门的飞机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场 他应该有以前我们记得冒主席这件红卫兵 是的 广场上那个镜头 那应该也是飞机上拍的吧 对要有很多限制很多条件 藏人很难做成的 而且我们的什么军事管理限制啊 还有就是特别航空设备 要申请 航空设备是非常讲究 而赵群立是用了最简单的最原始的手段 能完成的就是 藏人就是我觉得要花很多钱很多代价完成的事 那要是他当时的飞机如果说技术上更好一点之类的 会不会后来 对像我们不懂的就是说他为什么不用直升机 我想可能成本太高了 成本是太高了 真是太高了 因为航拍是一个很花钱的一个行业 而且好像听说这个密封3C这一款飞机啊 赵群立不但是相当的欣赏 觉得相当的好用 听说他好像跟这个设计环节啊都有一些合作 对他跟这个设计师 那个工程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 他拍是用什么 就是一般的录像机拍 我讲起来很简 他是两台机器两台摄像机 一个主机位就绑到那个那个密封3号前面 然后撤机位再一台摄像机 他是从起飞开始就把摄像机就打开了 就不管了 他就完全靠他驾驶 他就在驾驶 对驾驶 这个机器就一直绑在这里 对从他上天开始一直到落地 他也不调节这个焦距啊 不能调的 因为他理想一个人要驾驶 又要去摄像那分散精力的 是根本完不成的 所以他厉害就厉害在 他就完全凭借他的驾驶 来完成所有的镜头的 这个画面的控制啊 这个密封3号现在哪里有卖啊 我觉得北京现在能有用吗 好像就是北航 现在这个这么塞车嘛 这个北京这个大有用处啊 是的 但是我可以给你看看 咱们有这个当年赵群立就驾驶 这个密封3C的这个历史性的画面 我们还保留着 我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摄像机啊 固定在飞机上 我做了个架子 一个朝前一个朝后 这样我这个机身上呢 待会儿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有 有两台摄像机 因为尽管是在一个飞行路线上 但是呢前后两个机位拍摄效果呢 确实不一样 像您这个飞机 大概起飞的这个程度 要有多长 这个路面 几十米就可以 几十米就可以飞起来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一般要求有一个近空 所以要有两三百米比较好 虽然这个飞机很简单 就是他们讲 空中摩托车也好 叫什么也好 看起来非常简陋 但是呢 他能够完成我们电视航拍 所要求的任务 就是低空航拍 你看这个低空航拍球 超低空航拍 看见哪个屋高起来 我刚才不管 咱就飞过去吧 你看 咱就飞过去了 结果呢 那树叶就打着箭头上 你看 但是这样的主旋是吧 还带着树叶回来 所以赵群立看到的角度 是我们平常在地面上的人呢 永远也很难看到的一个角度 或者说我们是借了他的努力 他的威胁 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平常看不到的角度 哎 现在呢 咱们就来再放一段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只野生天鹅 结果呢 我本来想接近他 拍下他飞行的镜头来 结果发现 他飞得和我一样快 我当时速度是90公里 天鹅飞得很快 很像战斗机在作战 在追着 是不是 后来追了一会儿呢 他拐弯你也能拐 对 他这个半径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就一直都追上他 后来害怕把他累坏了 所以咱们就不追了 我刚才过户口的时候呢 实际上那个黄河的飞起来的浪花 已经打到镜头上了 我沿着整个这个峡谷河道 一直飞了好几公里 您在这个峡谷当中穿行的时候 而且它这个峡谷 还不是笔直的是吧 对 据说当时在这个周围围观的 当地群众就说 哎呀这比飞黄还要好看 是 说飞黄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您这个飞机呢 在这里 反复飞了好几次 反复飞了好几次 诶 宇翔 恐怕这个也惹起你很多 对当年的回忆 是的 我想起有一次特别惊险的 在十年前了 就是我们类似拍远区的家园 在福建五一三 当时我们的整个设置组 所有的成员 包括主持人杜仙 我们都住在墨阀上面 足阀上面 当时赵群立即在天空中拍摄 当时拍摄的时候 当时配合我们拍摄 我们在足阀上坐了 后来就是一个 他当时角度飞得非常低 而当时我们的前面 正好有一座石桥 一座石桥 峡谷中 当时他飞得很低的以后 他当时 可以说是绝对可以说 如果没有吩咐驾驶经验的人 肯定要出事 就是说他 角度低的不到 可以跟那个桥 对跟那个桥面 几乎是同角度 他到时候再去拉伸的 速度是肯定不够的 而两边都是峡谷 他当时做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 是什么呢 就是从桥洞下面 穿过去的 当时在这个桥洞下面 还有几个足阀上的人 当时就掉到水里头去了 所以他当时要不采取 那个从桥洞下面 钻下去的话 那肯定完蛋 就是肯定要出事了 这个东西 包括我们当时坐在足阀上 都是惊讶的 不得了 拍下来了 当时我们 包括当时那个路 因为我们在足阀上的 有摄像师 当时把这个镜头都拍下来 当时我们连他自己 事后造群里 事后都回响 起来都心有余悸的那种感觉 太可怕了 007里边的场面 是的 人家是表演 他这是真的 对随机应变那种能力 那真是 没有长时间的飞行 那种经验的 根本就是肯定 那就是说他对死 在这件事上 应该是有精神准备的 平常 对对对 可能也会考虑到 我记得他曾经说 他每一次上天都是 都是都把他看着一次 怎么说呢 就好像有后来人写他 就是说 就是 就不一定能回得来的 那种感觉 那他什么动力呢 他这个什么动静 因为他还是一种拼命 那种三挡的 我觉得他就是喜欢这个事 首先他喜欢航拍 我就想 我就觉得赵琼天 特别像那个 呂克贝松一部电影 叫《碧海蓝天》 《碧克布鲁》的一个电影的主人翁 那个主人翁 我觉得他就喜欢前海嘛 那整个他就是说 一生把他的所有的 全部放在这上 到最后他甚至把 放弃了人间很多幸福 一直以至于 到最后再 还是选择在海里 他因为他觉得 他是属于海洋的海里的 他跟包括海豚一起生活的那么融洽 包括我觉得赵琼天 他可能更属于蓝天的 我就觉得 像他像鸟儿那种自由飞翔 但是鸟儿他肯定要有代价 就是人类是要有代价的 我们这个十周年纪念他的时候 使我想起 我们通常有两种方法来解释 这么一种现身精神 一种就是说 这是一个高尚的革命工作 为了这个工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讲 那西方人其实也有一种解释 他们这个新教论里面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人 因为新教跟天主教很不一样了 他就是说人跟上帝 做上帝的选民 下一辈子进天堂 是不需要通过教会的批准 而我直接对他 那直接对他 因此他们有一个词叫professional 这个把professional 根据calling 他的英文就是召唤这样的词 混在一起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你这辈子做的事情 你如果做到非常好 你将来就是上帝的选民 就是因此呢 在西方他就培养出一种精神 他可能是科学家 可能是医生 可能是做鞋子的 可能是做钟表的 但是你 他们你总会发现 有一个人这一辈子做这个事情 他比不过你别的 但是我这个东西 我做桌子的 我要做到怎么怎么好 这已经超出了 我们现在有些人一种 另外一种现在的流行的价值观是 你要赚得多 你要得到大名声你才好 至于你做什么 这不重要 所以很多人会为了 我今天这个赚一百的 明天那个可以赚一千 我马上转掉了 这是一种很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像他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别的行当 你看有很多摄影记者 比方说你做摄影的 在前线 为了拍张照 命都顾不上 那你说你要仔细想想 你照片固然重要 但你这个命搭上去 你值不值 不是 他这个天职 他就说这个时候是天职 一个读书人 为了讲出一番自己相信的真理 宁可被火烧掉 他都不能改口 你说什么呢 你留着口 你可以为世界做更多的事情 他宁可这样来牺牲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相通的精神 所以总为职业献身的精神 他这个 当然也没有你说的这个宗教了 但是确实是爱好 是 就是为了爱好 搭上了自己的命 是 你和这个人可以好到这么一种程度 他有没有跟你描述过 就他为什么这么好呢 他实际上赵群立是一个不善于 用言语表达的人 对 对我们跟他 但是他每一次要去飞行某个区域去拍摄 他都会跟我商量 哪些地方是最重要的 我当时我都会大致的告诉他 这边的大致的情况 因为在我们看来 他已经历经过就是千蓝万险了 像就是说这种 现在我们处在江南那种环境中 应该对他来说 是应该是不成问题 但是没想到就是 恰恰就是就是在这么 在这么平原上 是的 但是那个是山区 他那个可能就是高压线 他是因为 温州 他是拍摄 对 就是这个美丽的山川以后返回的过程中 撞到高压线 还是最后 还是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任务 就是才 因为每一次他航拍之前 我们都是在下面配合他 就唯独这一次 我们没有配合他 我们当时就是去了下一站 叫江南水乡 所以当时有人不在 对 我们当时就是没有配合他 当时那摄像机还开到 所以整个镜头怎么撞上去的 怎么掉下来 全都记录下来了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印象中的赵群立啊 通共没跟我说过几句话 你别看他做过我们的监制 这个人确实是个不善言谈的人 所以我想在这个日子里啊 还是用他的镜头语言 让他来跟咱们说话 全国最低最低的地方 海平面以下154米 而且这个爱丁湖是一个咸水湖 所以看来大概这底下 白颜色就是黏了 但这个水好像还不是很咸 稍微有一点的 我不可能在空中就尝尝 爱丁湖的水 因为我有机会下去尝了一下 飞到这个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时候 忽然发动机出现故障 转速掉了下来 而且油门吹不上去 我觉得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单缸工作 就是我们讲的叫单缸工作 因为发动机两个气缸 有一个缸就不工作了 不点火了实际 实在不行维持不住了 就准备破架 你看已经降了很低的高度了 又往前勉强维持了一会儿 实在不行了 就顺其自然吧 我看好地面很平 最后就落在了爱丁湖南边的沙滩上 后来我当时一点工具也没有 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只有走 我留个纸条 我就徒步 向我来的相反方向走了回去 一走 就是八个小时 这个爱丁湖尾语的意思就是月光湖的意思 月光湖 所以就要让您在月光里走 月光下我走出月光湖 刚才想到什么 因为我就想起赵群立在南西江出了事以后 使得我们就整个的这项寻找远些的家园工作 就是在尾声的时候 按当时的拍摄计划 我们最后一站是江南水乡 江南水乡 我们打算怎么表现呢 因为江南水乡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我们的优势 还是赵群立先生的航拍 我们当时想用空中了看江南水乡 因为这个是以往所缺乏的 因为我们大量的都是在正常人的视角来表现 我们看的已经很乏味了 但如果是用空中了看那个江南水乡 那像另外一方面 因为江南河网纵横那种交叉 因为它是平原嘛 所以用这个航拍来表现 无疑是最美的 就是最好看的 是常人看不到的角度 也就是鸟儿才能看到的 所以很可惜就是说我们就是 在南西江就是赵群立就是余神殉职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完成了 听说啊这个我听赵航说呀 你说你说这个有没有预感 他临出事前一天呢 这个赵航还去他的拍摄地 走的时候他把儿子送到车站 说都上了车了 回头又嘱咐一下儿子 你好好的啊 你说当然这个都是儿子的这种回忆了 不过徐老师您当然不是我们凤凰的人 但是您看这些您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两个感受 第一是很久没见到杜县了 第二个感受是我希望以后空军 能够帮助电视台拍这些东西 我希望这是就是避免让电视台这么样的来 因为这些片子很有价值 航拍很有必要 就是说这样简单的这样上去拍 虽然他的精神是我们非常钦佩 但是始终是有危险 就是我们的专业的机构 应该被这个感动 我觉得无论是中央电影 新闻电影制作制片场 还中央电视台 还有包括风华台 都应该得到空军的资助 就是他们在救灾的时候 有很多这样的设备 在拍摄的时候也应该用 我觉得您觉得呢 这比较难 因为航拍往往动作啊 就是是一项非常花钱的 我就觉得像我们做这种 比较纯粹的一种 学术性的片子的话 去动用这个飞机 这个代价可能是太大 但是真的我就觉得 这也就是赵群立 是的 而且这个代价是非常差 现在的代价更大 是的 这个以后这个航拍啊 确实是 所以说凤凰失去了赵群立 就是失去了一个就是 一个议员大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缺少这种狂拍啊 就非常不弱 因为这个空中 又能懂驾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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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